再来关心系纸的相关报导 系纸宝长路的宝福桥防洪水门 因为缺乏管理维护 不但在水门轨调上是堆积了很多的泥沙 另外一边也因为地面铁条松动了 只要有车辆经过 它就会发出巨响 尤其现在进入防汛期 水门又一直出问题 让附近的里长们都忧心不已 7号这天早上 市议员廖正良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进行了会刊 就在宝长路长安国小后方的这处宝福桥防洪门 虽然平时敞开 不过一道台风大雨 可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只是因为宝长路里有建案 经常大车进进出出压坏的铁片轨道 另外另一头只是积水和垃圾堆积 会不会到时候影响水门关闭 现在进入防汛期 里长很忧心 以前都那个工地 把我们那个水门那个跑道都把他压坏了 铁板都已经翘起来了 这样子的话 你再给他走的话 我们这边都 万一这个水门不能关的话 那不知道怎么办 发生灾害的话 大水一来了 那风台一来了 台风一来的话 那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个卡车在钢筋或是水泥车场这边过去 那载重量很重 目前的话 已经轨道已经有毁损了 目前那个水利局已经有修过了 我们就预防未来的这个 再损坏的话 我们就今天要扮演这个非开 最近里面有一个建案在施工 那重车常常经过这边 也都会把轨道压坏 那前一阵子 七月多的时候 我们水利局才刚来修过了 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尤其现在又是防汛期 那个我们水杂门的保护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水利局 交通局 还有养工处来现场会看 在接获陈琴之号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 七号上午也特地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而保长路的另外一边水门问题最大 虽然水利局上个月才修过 不过大型车进出频繁 底下铁片松动 可能影响水门运作 当天会看也要求 增设大车禁止进入的牌子 桥前来做一个进行大货车 通过的限制 告示盘面 那如果有违规的话 我们会请我们分局来加强举例 那另外排水的问题 我们可能请我们的汐止区公所 来做一个 先期短暂就是先做一个 排水节流设施 现在我们旁边先挖一条 排水沟 那长期在我们将来这部分 重铺的时候 我们会请我们厂商 在博油高地部分的时候 要把我们路面降低一些 让我们的轨道上面 不会再积水 来保障我们市民的安全 包括积水改善 另外大车重压 水门轨道的铁片损坏 会看也要求进行 相关告示牌的设立 保障安全 杰城惠林 西纸采访报道